哈喽大家好 我今天要分享这款是大家敲完很久的美式马芬的做法 那我今天先分享这个是很基础的口味 巧克力豆的口味 那我今天用了有可可粉跟巧克力豆 那这些食材其实在烘焙菜来行都很容易买得到 那我们就先来做这个白脱牛奶的部分 鲜奶再加上柠檬汁或是白醋都可以 记得你的白醋要用的话就要用酿造的 然后我们先把它搅拌均匀 静置在旁边大约10分钟之后再来使用 那我们在等待的时间可以先来准备其他的湿的材料 鸡蛋跟香草酱先把它混合搅拌均匀 你要用香草豆莢里面取香草籽也可以 那再来是把这个植物的沙拉油拌进去 不要用有味道很重的这种植物油 你要用融化奶油也可以 那我觉得植物油的口感是最好的 然后再来是把这个动物性的鲜奶油也拌进去 记得要先把它搅拌均匀 但是我们不是要打发 只要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再把之前先准备好的白兔牛奶 它已经变稠了 就可以倒进去了 全部混合均匀备用 接下来我们就来混合干性材料 中筋面粉 可可粉 先把它过筛 记得一定要过筛 再来是苏打粉跟泡打粉也要过筛 真的特别容易结块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白糖也拌进去 还有一点点的海盐提味 详细的配方在资讯栏把它点开来看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先用蛋抽把它搅拌均匀 记得你在搅拌均匀的过程 你会发现有很多结块的白砂糖 这个你只能用手去把它捏碎 因为特别在潮湿的地方 或是你白糖开了之后没有很快用完 它本来就是会结块 那我们先把它抓到非常粉碎 就是没有什么大颗粒的感觉 再把这个巧克力豆拌进去 那我们的干性材料就完成了 那就把湿的材料跟干的材料混合均匀就好 记得这个环节很重要 千万不能搅拌过度 所以用刮刀不要用蛋抽 轻轻的用翻拌的方式 只要搅拌到刚好没有干粉状 就可以停止搅拌了 千万不要搅拌过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它会影响到你的口感 好了之后呢我们准备这个模具 你可以用杯子蛋糕的模具 做起来就比较小颗 但不管你用哪一种模具 你记得如果你要烤出这个蘑菇头 你一定要把这个面糊 稍微有一点跟你的纸杯 是平行甚至有点满出来的 这样才能烤出这种蘑菇头的效果 所以尽量它是有点稍微满出来的感觉 那因为你的模具大小不一样 会导致你烘烤时间也不一样 主要以熟透为主就可以了 所以我今天我是用这个大概上直径 只有6公分不到的一个口径的这个杯子蛋糕 就稍微大一点点的杯子蛋糕的模具 但是它不到是马芬的蛋糕的模具 这种尺寸的模具在台湾比较好买 所以我特别用这个示范 然后我们把它装完了之后 我这边大概装了11杯 但是我觉得你们不用太纠结什么尺寸的 你主要就是以这个面糊 你可以看到它真的就稍微有点满出来的感觉 这个量这样子装你才能烤出蘑菇头 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巧克力豆放上去就可以了 烤箱提前先预热好 1900到200度之间 看你自己的烤箱状态 那主要是以熟透为主 那我们就是大概是烤25分钟 我这个大小我大概烤了25分钟左右 全部熟透 牙签搓下去是干净的就可以了 不要烤锅头免得口感变干了 水分烤干或是外面太硬 这个都不是很理想 所以就是用高温迅速地让它定型 然后你中途可以降温 稍微降个10度之后 再把里面烤熟都可以 但是你要先了解你的烤箱的形状 然后慢慢去调整适合你的温度 熟透之后我们拿出来 那记得要敲个两三下排气 然后静置大约15分钟之后 没有这么烫手 你再来脱模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是每一颗都黏在一起的 如果你很介意它黏在一起 撕开这个痕迹的裂痕 你觉得没有那么好看 你可以一排放面糊 另外一排不要放 那这样至少它不会相黏在一起的这么严重 那你可以分两到三次去烤 这个都没有问题 那我这边示范是全部把它放在一起一起烤 那你可以看到它每一颗相黏之间 你如果有些比较严重的 你撕开就会有一点点那个裂痕 那这就是看你自己介不介意 那我们现在撕开一个 已经完全降温了 然后可以看一下它的松软度 捏开来的时候那种松软度 你可以完全透过镜头是感受得到的 非常好吃又简单的巧克力马芬 动手做看看 今天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见